Hello 大家好,Sky天老师 那么在很久之前我给大家做过一期视频 给大家简单的科普过一下 关于法资单块的常见的分类 它的发展历史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来继续聊聊法资 在我的观察中 我发现其实广大的其他设备爱好者朋友 往往对于法资的这些小火器的评价很两极化 爱的人特别痴迷 你会发现有些人会买一堆的法资 那讨厌的人完全get到法资的乐趣 那么萝卜青菜各有所外 很正常 但是明显比起像湿针啊 过载等等相对比较好上手的小火器来讲 法资总是给人一种异常难以琢磨的感觉 那我相信很多人有类似的感受 就是总是听别人说 啊 法资很牛逼很厉害 那我也尝试买个回来试试看的吧 然后买了一个听说很厉害的 很发烧的很贵的法资回来 然后奸箱奸箱一用 我去这一码是什么声音啊 又炸又糊 很刺耳完全不适合我 然后这个东西就闲置了 我非常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啊 因为法资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比较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法资之间区别是很大的 而且通常法资效果呢 它确实用起来它讲究比较多 并且它需要去和其他设备做个搭配 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去领略法资的真实的魅力啊 所以今天我来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使用法资的 我的一些心得 一些特殊的玩法 给大家一些上手法资效果器的小建议 那首先呢 非常影响法资的效果呢 是法资后面的音箱的工作状态 法资它本身的输出是非常大的 音量也很大 所以如果你的后方的音箱的前级本身是 比较clean的 开的用比较大的话 那你使用法资的时候 额外要小心那种 一下子炸出来的感觉 那我建议我用我的吉他 接入我的Tone Band Mark I以后呢 直接接入我的64年的 Finder Blackface Showman 它的Vibro通道的高增于输入啊 然后把Bright Switch打开 我将音箱的音量开得比较的小 整个音箱处在一个比较clean的状态 那我们来听一下直接打开法资什么的感觉 OK不知道你听完什么感觉啊 我个人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是比较干比较炸的 比较干扁也比较糊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让人比较反感的法子音色 这也是大多数人对于法子的第一印象 那接下来呢 我在音箱上做一些调整 首先呢 我关闭Bright开关 然后增加音箱的增异度 使得前后级的工作呢 更加充分 那很明显呢 音色变得了结实紧凑了很多 也没有之前那么明显的发糊了 颗粒感也变清晰一点 那让我们换个音箱试试看 此时此刻 我家音箱换成了我的1972年的Marshal 1959 Superlit 接入Bright通道的低增益的输入 当音箱的增益度开得比较小的时候呢 法子路还是这个样子的 那此时让我们同样的开大音箱的音量 让前级的压缩试针更大的同时 后级也开始过载 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如果音箱的前级本身没有太大的压缩和湿针 相对比较clean的状态的话 然后同时高频有比较多的话 那法子音色听起来是比较容易 非常单薄 非常刺压非常炸的 但是很多同学就要说了 那我的音箱它本身就是一个clean单块平台呀 那我一般只用clean音色对吧 而且我的音箱在小音量下 也看不出这种过载的声音 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此时此刻 我的音箱处于一个非常clean的音色状态 它的特点是 没有湿针非常大的headroom 而且高频低频比较的多 中频比较凹陷 用非常典型的分到blackface的clean的话 也是我相信大部分的音箱常见的clean音色 和大部分人末日会去使用的clean音色 那比如此时此刻 我的VHT的pitball Ultra Lead的clean通道 就会把它故意调成这样的状态 音乐 成为此刻呢 如果对我用的做一些优化 当我关闭BriceWitch 稍微减小一点前级的Travel的反馈 与此同时我在前级之后 boost一点中频以及削弱一些中低频 对整体的EQ进行一个更加平衡化的处理 让Clean的音色听起来更加的平坦和饱满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此时此刻 法字效果器的反馈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如果你的音箱是一个相对比较clean的状态 也不说不能玩法字 只不过最好这个时候你的Clean音色 是一个相对比较平衡温暖的状态 可能单独听起来这个Clean会有点bory有点无聊 不像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一般喜欢那种Clean音色 听起来比较的清亮比较甜美 高频会比较多一点 这种时候虽然你的Clean音色单独听起来会比较好听 但是配上法字往往也会很炸 那么我突然就要说了 那老师我的Clean音色我就是喜欢那种比较清亮的 或者说我的音箱它的Clean音色本身就是比较的有个性化比较亮的 那如果让我的法字听起来是比较肥厚的不炸的状态 那么聪明团可能会想到了 法字后面需要后面的这个音箱状态是相对比较饱满 比较肥厚 压缩感需要收速一点的话 那我直接在法字后面音箱前面加一个过载单块不就完了吗 没错 这是非常常见的法字玩法 就是把它和OD过载单块stock在一起来使用 特别是你后方配上Clean音箱的时候 或者音箱前后级工作不是很充分的时候 会特别的棒 那接下来呢 我会依然使用我的64年的分的showman 但是我这样音量开的依然很小 同时呢我在法字后面加一个Kili的AT mode 也就是一个Bose的BD2类型的单块 来推一下 让单块通过推前级来模仿这个后面的这个管理箱 处在一个大音量的自然过载的这个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这么玩的话 那这个OD本身它的特性会大大影响这个法字的反馈 所以多尝试不同的过载效果器 选择一个合理的法字搭配起来让你觉得更舒服的 这样的过载 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去配合法字玩的过载 是这种相对比较开放圆润的过载 比如说像Bose的BD2 或者说像Marshall的Bosebreaker 或者说像EP Boost的类型的过载 总结一下 对我来说 法字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搭配一个声音比较平坦的 前后极度处于微微过载的这样的音响 或者说在法字后面加一个合适的过载单块推一下 那这样它的压缩感和整体的音色会更加饱满 可以去除一些多余的刺耳的毛边 让这个法字一直听起来更加的粗壮有力一点 那中频的更加具有歌唱性 那我自己选择这种情况下的音响的时候 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的65年的 Blackface分的Basement 调到一个微微过载的状态 那这就是我自己平时想完法子的时候 比较常搭配的影响 那么除了后方的设备 法子前面输入的信号也是很有讲究的 那传统的这种法子的效果器 他比较喜欢的是高阻抗的输入信号 那我们的吉他本身直接出来的信号就属于高阻抗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需要吉他直接进入法子 但是如今啊 那个吉他手的效果器板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吧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效果器板上会有一些带有Buffer的东西 比如说Buffer Bypass的单块 常见像什么调音表之类的 会在这个效果器的最前面 或者说有些Buffer限度的In-Off管理器啊 无线接收设备等等 这些设备如果出现在法子前面的话 它都会导致法子输入的信号变成低阻场的信号 那法子的音色就会变得异常的尖锐和生硬了 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在我的法子前面加了一块红码 那这个红码呢 是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里面的Buffer的开关的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 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的琴本身是带有前级的话 或者主动实行器的话 那你的琴的输出它本身就是低阻抗的 那这个时候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所以主动实行器的琴遇到法则的音色就会比较的难办 那这边对比一下我的Heritage 它用的是原装的这个被动实行器 以及同样的这种类似破的琴 我的Gibson R9使用的是改装的Fishman的主动实行器 它们具体是什么样子 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法则对于电池也异常的敏感 那真正的复古电路的法则 它只能通过电池来供电 而我们常用的这种9V的电池 它处于这种碱净电池 但是老的法则要出来声音比较的正常和纯正 最好是选择非减性电池或者碳性电池 让我们来听听它们的区别 所以电池确实会改变法则的反馈 它虽然并没有非常夸张的细节化的变化 但是你仔细听的话 还是听得出来它的音头的压缩感的区别 以及你弹的时候手感上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那很多人甚至会觉得电量并不充足的 快没电的电池听起来的音色会更加的粟麻和粘稠一点 会更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有些人会特意的给电池放电 然后再在法则里面再去使用 虽然我个人觉得这稍微有点夸张了 但是确实也说明了法则单块对于供电是非常敏感的 甚至对于大部分的这种折管 Germanium的这种法则来讲 室内的温度也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影响法则的反馈 有些人会觉得冬天和夏天法则单块声音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不会像之前视频里面那么明显的变化 但是法则明显不是像什么Bose或者说像TS9这种 随便怎么用 它不会像大家区别的效果器 它是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条件和情况 做出不同反馈的需要好好的细心的研究的效果器 那对于很多法则爱好者来讲 这才是法则好玩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总之呢 以上就是一些我个人觉得法则好玩的需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对错 你不这么操作呢 法则也不会坏掉 所以我分享的也只是我个人的喜好 以及大部分的复古法则玩家 它比较流行的玩法 但是它并不代表这就是唯一的玩法 如果你就是喜欢Buffer以后的法则的声音 你就是喜欢碱性电池的法则的手感 你就是喜欢糊糊扎扎的声音 那当然也没有问题 毕竟最终好不好听 还是你自己来决定和判断 OK 这就是本质并送牛了 喜欢的话不要把三连点赞支持我的创作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设备科普介绍呢 如果想要更多关键电汤电动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干天的老师 那么下期节目再见